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的德先生这么说 这个单元里面了 志平来跟您探讨 上个礼拜几乎有大概两到三天的时间 这个新闻事件占据了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消息 说实话这个新闻还算蛮大的 它是一个法律事件 当然了这个法律事件 也被参进了很多政治的角度去解读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让这个案件连续上了两到三天的头版头条 好今天志平来跟您来讨论 有关于王秉中事件 就是新党的这四位年轻人 他们被搜索了 但是在搜索的时候 也许在当中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相关的细节 特别跟进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的受访者 这是庞博国际法律事务所的陈军伟律师 律师您早 志平兄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谢谢 谢谢律师 一早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接受志平的访问 我们先把这个事件来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叙述一下 那就是新党有四个年轻人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位王秉中 那么他在那天的早上六点钟的时候 突然家里面就来了警方还有检调人员 这个立刻按了门铃说进来搜索事情 但是呢 在僵持的这四十分钟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 到底检方后来是怎么进来的 比如说真如这个报道所说吗 或者说有没有破门而入呢 然后呢 就在这个僵持的过程 王秉中他也开了现场直播 能不能直播 这也变成一个法律的探讨的领域了 今天呢 我们就要请军委来简单的告诉我们 就实务上就法律上面来探讨这个案件 到底他的缺失在什么地方 执法上有没有缺失呢 或者说如果真的是没有缺失的话 怎么样做可以更好 我想先请教一下陈律师 王秉中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他违反了什么样子的规定 好 谢谢志平兄 各位听众朋友应该对这个新闻事件 有非常多的想法 那包含网路上 包含各种媒体 其实都是有很多不同的法律角度的切入 那其实站在一个法律人 一个专业律师角度 其实你要确认一个法律世界的第一件事 你要先确认 到底今天被传唤这个人 他身份是证人 还是被告 好 所谓证人就是 他要 他的目的 他要去证明别人犯罪事实 所以我本身是没事的 我是一个safe的人 但如果是被告 就是他本身已经涉及犯罪 那事实上我们从新闻事件里面可以了解到 这个王秉中的身份 他是证人 他被传唤的时候是说 他是证人的身份 要来传唤 他是要为了要去证明 共谍案 所以他是一个 对检方算是一个有利的一个证据 那其实我们用一个平常性看待 你要找人家来传唤 找人家来谈论这个案件 你当然应该是以理相待 所以说才会今天最主要发生这么大的风波 就是对于证人 可不可以用这些比较强制力的手段 这是有讨论空间的 那至于到底检察官他认为 这个王秉中是不是有可能也成为被告 这个案 这个部分也是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假设王秉中他身份不只是证人 还有被告的身份 那他就是触犯了国家安全法的第五至一条 里面有特别提到说 不得替大陆搜集秘密或成立组织 不过在司法事务上我们也特别提到 证人跟被告他是走不同的程序 但是证人转被告 这个在事务上是很常发生的 请律师您举个例子告诉我们好不好 怎么样叫做证人转被告 证人转被告 其实在事务上最常发生的例子 就是当这个被告有多数人的时候 比如说以我们听过或处理过的案件 就是在毒品案件最常见 好几个被告 比如说我要贩卖毒品 那我是出这个毒品的人 出货的人 那我透过别人 他去打自动电话 去跟这个要交易毒品的人去联系 那警方他可能不抓我这个出毒品的主要被告 他可能先去搜索或先去扣留 或用各种方式先把证人抓过来 但事实上警方已经掌握了你的通年记录 所以他已经认定你已经打了这通电话 所以说当你被请到地监署的时候 你可能你也讲出当你证人身份的时候 因为证人是不能说谎 否则伪证罪 被告是可以说谎 所以当证人已经讲出了 对他自己可能都不利 他也拒绝作证了之后 可能当庭检察官就已 你已经供出相关的犯罪事实 就转为被告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吗 把一个被怀疑是被告的嫌疑犯 当成证人来传唤 事实上这是一种办案技巧 我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 但是相同的他也侵犯了人权 老实讲是这样 因为让被传唤的人 他不知道我到底什么身份 我到底要不要拒绝 我到底可不可以说真话 可是相对来讲 对检察官来讲的话 是不是等于万一 万一最后他 我先把你列为被告了 到时候你没事了 那怎么办 如果当我把你列为被告 然后最后发现没事 那当然是就是下一份不起诉书 但是当然以这个检察官他们的一个办案的 他要求完美完美性 事实上连日本各大先进国家 他们都会去研究到底检察官侦查之后起诉率多少 这是一个业绩的考核 甚至还有起诉率定罪率 你到法院你起诉一堆人 结果一半定罪率 那你这个检察官就完了 这在我记得司法改革的过程 讨论过程曾经看到就是说 检察官如果起诉的太多 那就是烂诉 是啊 就烂诉 对 所以说这也是一种办案技巧 证人转被告 但是他就会衍生这个人民权利保障上的一些疑虑的 是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现场 为您邀请到庞波国际法律事务所的陈军伟律师 请律师为我们来解说 上个礼拜在平面媒体上面 可以说闹得沸沸扬扬的 这个王炳中事件 刚刚我们所探讨的第一个话题 就是王炳中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是被告吗 还是证人呢 而事实上 这个根据当时的新闻的报道 检方是用这个 他是证人的这个身份要来传唤他 可是现在问题就来了 好 既然是用证人的身份要来传唤他 怎么去传唤证人 这是程序上是什么 律师我想请你告诉我 依照我们的法律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证人是有出庭的义务 那怎么样解释这个出庭义务 就是基本上他会发一个传票给你 所以你会收到一个出庭的通知 这个叫传票 这个检察官发就可以 传了第一次 结果你不到庭 那他可以再发一个叫居票 居票 对那这个叫做居提 他要目的就为了做居提 在王秉中事件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他叫双票齐发 不是小李飞套 两个 他是双票齐发 这个船票跟居票同一天发出 早上六点去他家找他 但是八点就要开庭 所以说我先给你看船票 要不要来 不来 就居提 所以这也是一个 在我们司法实务上 其实以律师的角度 比较少见 那你能够说他完全违法吗 可能他就以一个灰色地带去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事实上正常的程序应该是当我收到船票 开庭前一两天或两三天前我收到船票 我自己可以去判断说到底这个案子状况是怎么样 我自己稍微思索一下 这样我隔两天我去坐证才不会讲错话 但是如果我今天八点要开庭 结果六点就收到船票 然后警察现场问你要不要一起去 你当然早上六点一定下到 一定不肯 那不肯他立刻就提示居票 就要进去你家 甚至其实这个案子三票齐发 还有一个叫搜索票 搜索票 他不仅要把人带走 他还要进去你家 搜集相关的证据 所以其实我们会认为 王炳中事件其实就是一个 有点典型的证人转被告的一个程序 只是他现在还没有被列为被告 但是他践行的程序 他所走的程序 其实跟被告已经是大同效益 好 既然是这样 那问题就来了 刚刚陈律师告诉我们 这个事件里面 假设已经有这个船票 传唤王炳中出庭作证 他还是不到庭的时候 所以警察才可以直接 持这个检察官的这个 这个拘票来拘提他 是 法律上定义是如此 是 但现在完转都走进去 对对对 走中 走中 那也就是说 难怪这整个居提的这个过程 坦白讲是有一点点粗糙 对 才会导致这么大的争议跟风波 是 那现在怎么办呢 这个遇到这样的事件 国民党的党主席吴敦毅他也说 还有很多这个法界人士他也说 既然这是一个刚刚你所说的这个灰色地带 对 那是不是就来修法吧 好不好 就是所谓的这个刑事诉讼法 是不是要修了呢 对 假定要修的话 可以修这个哪些把它修的比较更明确一点 明确的规范它 才不至于以后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一旦 我坦白讲 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 不管是对执政者或非执政者都是一种伤害 对 正在修法的角度而言 其实我们刚刚点出一个问题 就是证人转被告 其实是一个最常事物上发生的问题 那可能后续修法 我们可能在修法的角度 可能要去明确化说 如果你是一个证人身份到庭 那你大概隔多少时间 或有一个怎样的保全的一个安全的机制 让这个人他可以安全的讲出他想讲的话 那假设你隔了一段时间 认为他是被告 你再践行被告程序 让他可以去找律师 因为我们还要提出一个特点 被告在法律上才有律师 证人在法庭上是不能带律师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 为什么我一再的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证人他所走的程序就是证人 被告走的程序就是被告的程序 这两个是完全不同 证人他是有说正话的义务 那这个被告是没有 证人不可以带律师 被告是可以带律师 所以这个就是给各位听众朋友 可以去了解 那这个后续修法的话 恐怕又更困难了 是 会不会 我第一次说 有可能因为这个事件 对对 就是说搞不好这个修法通过以后 就变成说 这是所谓的王秉中条款 有可能 当然最重要的是说 我必须这样子说 就是说 如果这个法条的规定 是可以更明确的 是 就是执行的程序 要非常明确 对 那对人权的保障 也比较能够落实 是 我们既然自取为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是一个强调人权的一个国家 我们当然就应该努力 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对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 为您请此邀请到 庞波国际法律事务所的 陈军伟律师 他来到节目中 接受这评的访问 来聊一聊上个礼拜最沸腾的 这个相关的法律事件 那我不太愿意说 它是一个政治事件 但事实上 它真的被很多人 用政治的角度来解读 王秉中事件 好 这个稍微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呢 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 请律师继续为我们探讨 这个在整个案件里面 还有其他更受瞩目的部分 打TW 里面搜入了古今中外 优质艺术或文学作品 其中与北美馆合作 说出优质画作的 生动美术馆 您绝对不能错过 即日起到12月27号旨 只要观看 生动美术馆影音 到画作实景拍照 或截图上传 并留下观赏心得 即可参加活动 新台币1万元现金 口袋列印相机 北美馆书签 故宫钥匙圈等好礼 等你来拿 活动详情请上央广官网 www.rti.org.tw查询 或到脸书搜寻关键字 RTI艺文馆 中国大陆听网友 也可以直接email至 rtiplayeratgmail.com 信箱参与活动哦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台湾之音 听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彭博国际法律事务所的 陈军伟律师 他亲自来到节目里面 接受志平的访问 来聊一聊王炳中事件 在刚刚我们探讨的 这些法律程序的 这些问题里面 律师我想继续来请教你 这个搜索的时候 因为后来 那天的情况就是 检调也出示了 所谓的搜索票 对 他真的也强行进去了 搜索的时候 律师能不能陪同呢 好 首先我们要说 搜索的对象 是不是只有献谁 并没有 所以说我可以搜被告的住家 我当然也可以搜证人 或我可以搜索 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的住家 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确认 第二点要确认就是 宪法有赋予我们 有寻找律师的权利 因为律师是懂法律的人 他才可以跟检察官武器平等 那现在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刑事诉讼法规定说 当我是被告的时候 我在审判期间 法院开庭的期间 是可以请律师的 所以说在法院开庭的时间 我是有律师的保护 但是在侦查的时候 如果在搜索的过程期间 也就是说在检察官主导的这个侦查的时候 检察官一旦执行搜索 其实现在刑事诉讼法是没有明文规定说可以 所以一般这个检调单位 他们解释成说 那你就不可以请律师 那本案王秉中事件也是因为如此 所以他其实把这个律师挡在门外挡了好一长 好长一段时间才让他入内 所以这也是跟志平凶报告就是说 其实后续我们的修法 其实针对这一点 或许可以有一个更明确的规范 在检察官主导的侦查期间 我要进行搜索 我搜索到你家 那我当然应该要请律师来保护我 这样是比较对人权保障会稍微好一点 不过相同的 当然也是有相反声音 相反声音是什么 我要搜 我要去你家搜 就是我认为你有可能阉面证据 我还让你请律师 那可能或许这样东西就被淹灭掉了 这也是另外一种说法 可是到后来是个 收到了只有人民币 或者是过期的护照 就比较尴尬一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了 这个你没有去搜 你不知道会收到什么吗 对不对 那假定后来真的没收到什么 那这个会不会 这好难说 对不对 所以我们跟志平凶报告 我们刑法有规定一个叫 违法搜索罪 违法搜索罪 只是说实务上 比较少去用到 实务上大部分处理违法搜索罪 都会落在什么状况 就是我假借检察官的名义 或我假借谁的名义 我可能是个原警 我拿了一张假的搜索票 去你家搜索 那可能是我受了什么样的利益 压力去做这个事 但是实际上是有违法搜索罪 那只是说我们不常去用这个犯罪去 当然因为用这个犯罪去对付司法人员 对他们士气也是有一定的打击 所以说我回归一个最原本 就是说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搜索 他整个程序还有要件 我们用一个法律 大家集资广益 看怎样是一个最好的状况 好好坐下来谈 那之后大家就按照这个程序去走 那就是相安无事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几天的这些新闻上面 最受瞩目的这个事情 就是王秉中 他在这个检察官在他门口的时候 他就开直播 是 这个一口气 这个在门外等了40分钟的检察官 就看着他这样直播 这个直播至少也是有直播技术之后 才会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今天王秉中也许给很多犯案者 一些灵感 对不对 对 想说以后我如果遇到这种尴尬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给你开个手机直播 我就看直播嘛 看你要怎样 因为至少在整个逮捕或者是搜证的过程 搜索的过程里面呢 我有录影啊 我可以保证至少执行搜索的人 不会对我不礼貌 看来这个理由好像很正当啦 对 可是真的可以直播吗 这么讲啦 就是说我们在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 当然我们担心有可能被违法取公 这样的状况底下 我们有几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如果假设我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 整个搜索过程的合法性 我去执行了这样的程序 比如说我用录影的方式 那他可能是稍微比较可以接受啊 那直播这个性质 他应该是说直播之后 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了 那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涉及到刑法的泄密罪 这个是有讨论空间的 那当然泄密罪你说 因为他没有明文规律说泄密罪一定要泄到什么程度 也就是说如果直播过程我们这样会认为啦 如果直播过程他只是播整个大致的一个状况 那或许这件事情大家是可以比较接受 但是如果直播过程我特别针对今天所有的重要文件 我特别去播他让全世界知道 那或许这就是有泄密罪的空间了 是好 所以直播这件事情还真的是目前在法律上 法条上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 那就看这个未来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刑事诉讼法的这个修法上面 或其他相关法令的修法上面 要不要来讨论这个案子 哇这如果我坦白这样子讲 我说真的如果我们的法务部门 或相关的部门会意识到这个3C媒体 已经这个工具啊载具已经这么的流行 人手一支 很可能将来就是真的在执法上面 会造成你的困扰的时候 怎么能够不事先防范呢 是没错 了解 各位听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的 为您邀请庞波国际法律事务所的 陈军伟律师 请陈律师跟大家来解说一下 有关于王炳中事件呢 当中我们很多很多的法律思考 从修法也好 或者说从这个事情在执法上面 是不是粗糙了一点点也好 或者甚至于啊 这个我们看到相当多的民众在这个媒体上面用其他的角度来解读 我相信这都是大家的自由啦 不要紧啦 但是呢 但是我们真的是期待大家在你开始说话之前 你开始要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之前 能不能先去了解一下法条的条例 如果你先了解这样法律的规定之后呢 然后再客观一点 然后再这个平稳一点的一个发言 我相信对于这个社会上的和谐会很有帮助 是没错 我想律师我最后再来请教你这个问题 看了这么多的这一类的事件 你自己心里面的感慨是什么 我的感慨就是说 之前只有我们律师在主张 或者说整个过程可能有一些疑虑 那大家其实无感 因为你没有接触到实物的人 比如说像刚刚跟志平兄提到证人转被告 其实这个已经行之有年了 那很多就是走这样的灰色地带 所以我说抛开一些政治见解的不同 我们今天就法论法去看这个法律 如果大家期许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比对岸好比哪个国家好 那我们就应该花时间去讨论该怎么样修法 把这个问题去禁绝掉 因为我们常常说 当你要要求这个犯罪率提高 所以你去做了很多不同的犯罪侦查 这个我们其实都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当你这个犯罪侦查 已经有这个进入灰色地带 让人民无所适从的时候 那么就代表我们大家需要花时间 去讨论法律的修订的问题了 更何况台湾是一个要强调人权法治的国家 不管再怎么样 如果我们一旦发现有趋势的话 就赶快修正吧 是 好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庞博国际法律事务所的陈军伟律师 亲自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的分享 律师谢谢您 谢谢